头条开讲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首先我们来讲 这个6月13号杨洁篪苏丽文 他们在卢森堡来会晤 那么当然双方都认为说 这算是一次坦诚深入 以及建设性的沟通以及交流 不过呢 在彼此双方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要厘清彼此的立场 而且也要表达清楚 那么双方当然是认为说 保持沟通渠道顺畅 这是必要和有益的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 中方强调了一个重点 杨洁篪有说 美方在最近一段时间 执意加大对华 全方未遏制打压 这不但是解决不了 美国自己面临到的问题 反而让中美关系 陷入很困难的境地 损害到两国双边领域的交流合作 所以杨洁篪特别强调的是 中方坚决反对以竞争 去定义中美关系 那我就要问 不是竞争的话 难道是合作吗 或甚至是怎么看 台湾问题很看重 那又认为 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如果处理不好 会有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是不是呼吁美国 你就不要再打台湾牌了呢 但是美国方面会怎么做 来 韩兵 其实虽然美国在这一场会晤当中 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不会围堵中国 我们不会去打压中国 不会去寻求台湾独立 不会想要去变更中国大陆的体制 可是事实上美国这几年一直在干嘛 不就一直在打压 一直在围堵 这是摆明了 不然你最近的印太经济架构 到底是干嘛用的 你的其他AUKUS到底是干嘛用的 其实很明显嘛 你都是为了围堵中国大陆而来 那所以双方也只是各自 先讲一个立场而已 在我看来虽然美国一直强调 他们不会寻求新冷战 可是在我看来 新冷战其实已经产生了 只是这次的新冷战 应该是中国大陆跟 俄罗斯一起在对抗美国 这样的一个新冷战出现 我想这个局面大概已经成型了 大家也跑不掉了 那只是说 这个会我自己比较 觉得有趣的是 他们选择在卢森堡做这件事 也不是在中国大陆 也不是在美国 那选择第三地 那特别选在欧洲 会让我觉得说 当然有人认为说 第一个是不是拜习会 可能要寻求这样一个会晤 做一个会前会 大家先谈一些 基本的细节处理 那当然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拜习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恐怕 跟这次俄乌战争 恐怕会有一些关系 也就是俄乌战争现在看起来 欧洲的这些国家 他恐怕已经不是很能够再继续守下去了 那美国自己国内问题这么严重 他恐怕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坚持下去 所以我觉得拜登现在恐怕是在 跟中国大陆这边 我有一个初步的谅解之后 一方面借由拜习会 另外一方面可能要寻求一个 让中国大陆出来 然后让乌俄战争能够划下一个休止符 也就是寻求一个和平谈判的这样一个契机 我觉得恐怕有这些意味在里头 所以呢我觉得 现在虽然看起来表面上 彼此之间没有达成任何的具体的一些成果 可是我觉得暗中私底下很多东西 应该已经在进行了 好 不过呢 的确啦 因为CNN其实有讲说 这场会谈有可能就是为了 拜登跟习近平要会面的前兆 当然说是这么说 不过我们看起来呢 其实白宫方面倒是非常的低调 说拜习会可能接下来几个月登场 但你如果真的要在记者追问 到底什么时候的话 白宫方面没有任何的说明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也有讲 说被问到同样的 是不是拜习会 中美双方都认为保持沟通渠道顺畅 这是必要和有益的 但是就没有另外在做任何的说明 因为他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可以告诉媒体 好 不过看回来我想委员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 现在在这个里面你说 所以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可是拜登不就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竞争吗 而且之前还说是激烈的竞争 那所以现在中方的呼吁美方听得进去吗 拜登会说好吧 那就是不是竞争的关系 那就像对啊 就像杨洁篪强调的嘛 就说是不是我们不要以竞争定义 然后呢希望能够端正对华的战略 那真的那拜登就会改过来吗 这个你怎么解读 杨洁篪这番谈话是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政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看起来应该是主观上是一厢情愿 但客观上却有可能达成 这就要怎么讲 刚才这个我们韩兵兄讲的是讲到要点 就是说你现在两方面谈好了以后 但真正会公布在媒体上面 有新华社或者什么美国的媒体讲了 一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是不公开的 不公开的部分可能有什么俄乌战争啊 你瞧一瞧我瞧一瞧的事情 也有可能说美国要中国哪些地方让步 中国要美国哪些让步 大体上一定会谈这个 如果没有互相让步的地方 我们讨论干嘛 谈判干什么 还跑到鲁森堡去干嘛 前几天啊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们两个谈的 还没有今天来的重要 因为杨洁篪就是中国大陆负责 这个国际安全议题的主将 然后同样道理 苏利文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所以基本上也是他们负责 安全议题的主将 就是不重要的事情不归他们管 很重要的事情一定归他们两个管 所以他们两个谈了 一定有很多 讲完了就说 这部分我们双方面都不要对外面透露 所以我们所知道的一定是很少 所以其实还是大部分保密就是了 当然是保密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蛛丝马鸡 这蛛丝马鸡就反映两边的战略 美国立场上自从布林肯 那一刻演讲以后就很清楚 就是我跟中国大陆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竞争关系 不然他讲那三阶段内干什么 我要加强自我投资 我要做充分的竞争 讲他干什么 而且是公开的讲的 而且他很多的行动 刚才韩明兄有提到 你搞阿古斯干嘛 你搞那些印太架构 印太架构干什么 对不对 还有讲个什么 库的干什么 不是就是说你现在跟我对抗 你才去呼朋引伴 对不对 想要在我周遭的各个国家 树立全部都是对中国大陆 有没有善意的国家 来跟你谈这问题吗 这很清楚的事情 就是要跟你做一个打群架的竞争 让你中国大陆孤家寡人 只是现在很意外突然跑来个俄罗斯 只是在那个插曲而已 但是美国的想法是如此 中国大陆想法是说 我们两国有什么好吵的 除了台湾问题有什么好吵的 那我中国的崛起再强大 我也不会去影响到你在中南美洲的 伟大的霸权 也不会影响到你欧洲的霸权 因为中国人到欧洲去 基本上白脸不太会把中国人当霸权 顶多当朋友嘛对不对 中国人也不可能说 证和下西洋那么伟大 西洋在哪里 只在印度洋而已 也没有到大西洋啊 所以在整体来讲 中国人对欧洲没有什么政治了不起的野心 不会有的 那在这个中南美洲更没有 那顶多是在西太平洋 我跟格林的日本顶多是 第3号 吵吵架 我为什么也不会真的去打架 然后跟这个韩国的问题 那是朝鲜跟他的问题 干我中国什么事 我跟菲律宾你受南海问题 我跟其他国家都处得很好啦 都解决啦 虽然我公开反对什么那个 南海仲裁庭 所做的南海的一个决议案 裁定案 可是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是反对是反对啦 我也是好好的去跟周遭国家去商量 那是中国自己说 那美国说那不是 不是事实 都跟你有关 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吧 对 你那么远的地方 你美国距离南海是几万公里 你是澳洲嘛 至少还几千公里 你美国几万公里 跟我谈着干什么 至少一万五千公里 所以对这个问题 是美国你管太多了嘛 你还是一直以为 你是我的上司吗 那杨洁篪上司不是讲的吗 美国你没有 不可以用实力地位来跟我讲话 意思是说你不用 老大的地位来跟我讲话 所以现在谈的问题是杨洁篪还是那个主调 我没有要跟你美国争取霸权 我没有跟你美国激烈的冲突 那台湾问题例外 除了台湾问题以外 其他的都可以妥协跟商量 所以看你美国能不能改变方向 他基本上要等待这个时机 所以他特别讲嘛 他只是讲话比较文雅好听一点 用我的语言就比较粗鲁一点 我说你美军在海外800个基地干什么 你800个基地你只有50个州 你美军每一个州把美军派回去的话 怎么会有枪击案呢 我都不相信啊对不对 哪一个枪手敢在街道上开枪的话 美军马上开枪把他打死了 委员你说到美国的痛处了 不是啊你干嘛派那么多美军在海外 你派回国内嘛就不会有枪击案了嘛 所以类似这种东西 这个是杨洁篪毕竟是外交官嘛 讲话就比较迂回一点 你内部问题很多啊 海外问题你少管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 而且台湾问题的部分 就没得谈没得商量 所以台湾问题其他都可以谈 我中国都可以让步 简单讲这个意思 对那但是问题 现在美国到底是怎样 还是要继续竞争吧 所以中方说 还是要跟美国要互利啊 要谈合作啊 很难吗 是不是很难呢 那甚至呢你看 拜登政府资深官员有说 我们不会透露 有关于这次苏洋会谈的细节 不过呢 是不是认为北京有在改变 对台立场 拜登政府资深官员说 那就留给中方自己去回应吧 中方是常常在强调这件事 不是吗 所以请教大家谢大使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想也请您谈一谈 为什么选择卢森堡 这个地点有难道玄机吗 这个他们上一次在罗马 上一次在罗马 三月在罗马 在去年十一月在日内网 所以都选欧洲 那这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双方在选地点的时候 就是说有时候也斤斤计较说 你飞到那边几小时 我飞到那边几小时 我们找个终点 对这个常常会这样 那我看一下可能美国飞到这个卢森堡 跟中国飞卢森堡 大概我想大概可能飞行时间差不多 所以大家就说找个终点 是 找个终点 那因为有的时候是跑到我美国来谈 还是跑到大陆去谈 那就是意义又不同 那现在就找终点 找终点的话 当然要以这个比较舒适 适宜点的话 这些都是比较风光明媚之处 而且这些地方治安也比较好 像卢森堡是 一个很上轨道的一个小国 那他的政治立场上 过去也长期是比较中立的 他可能双方在选地点的时候 我可以接受 不会说这一讲到这个国家说不好 我不喜欢这个国家 那双方都可以接受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地点可能就是说 找到双方在都不会说 我来迁就你太多 你迁我 我们算都坐飞机坐9小时 10小时 差不多好就这里 然后每次不一样地方 有的时候选地方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就是说 这些人想说 那个地方是不是风景宜人 是不是值得一去 都有很多可以考量的 不过我想 我想这些地方考量应该是 考虑到双方都可以接受 然后呢 没有谁迁就有谁的问题 大家都去一个地方 是 那不过就是说这一次他们这个谈啊 我是觉得正好跟这个 跟这个香格里拉会谈啊 又结在一起 我觉得香格里拉会谈 就是看这个威凤河去啊 我认为他讲话非常强硬 就是说他的整个那个在那个会场的 他跟美国的因为是闭门的 他跟奥斯坦是闭门的 他那一场 礼拜六的时候公开演讲的那一场 讲话非常强烈 而且对美国的指责 已经只差指名道姓了 就讲了美国 讲了美国的作为怎么样 怎么样不合理 怎么样在破坏国际和平 讲的非常多 而且呢 他还接受现场的记者访问 问了五个问题 一个都没答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回避 也就是说 可以转 可以感觉得出来 可能中国大陆在安全问题上 他可能现在的政策就变成就是说 我就是直求对决了 我现在跟你美国 还有现在任何要挑战我安全国防的 我就直求对决了 所以这次在这个 这次去谈他有几 什么俄乌战争 他整体的什么安全观 我认为都不是重点 他重点就是台湾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而且我认为他讲的非常强硬 那么他过去也讲过 可是这种有些事情就是说 你不重申的话 你的强度就弱了 他这次等于说 又在这个节骨一样 把台湾问题讲了 他讲了一点 我觉得他事实上一个前提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这也就后来就延伸一大堆问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为什么一直强调是一个内政问题 我也觉得跟俄乌战争是有关联性的 那这一次看起来这个杨洁篪跟这个苏利文谈谈 我看关键也是在台湾问题 因为大陆方面新华社的新闻稿 也是讲台湾问题 因为就是说 他认为美国事实上是说一套做一套 对 他第一个说你们答应了很多事情 现在越来越都是答应了 可是问题就是说怎么中美关系越来越坏 说一套做一套 他又把台湾问题拿出来讲 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 我认为他有一点 趁美国现在弱势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大陆不是退 而是往前再往前走 因为美国他知道 美国现在是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 他在外交上不是放疑 而是说这才轮到我出手 是 所以这个之前讲一次不够 你美国照样做你的 那我就讲两次 讲两次不够是吗 就讲三次 所以要加大他的这个力道 那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在面对中国大陆 都觉得处处都是威胁 对不对委员 那你看美国现在说不分党派的 是达成共识的 要做什么呢 要对中国大陆投资受阻 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企业 你可以注意一点 你要去中国大陆投资 你小心 我要查 我会卡你的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就这个法案 还达成共识 要提供520亿美元补助给晶片制造商 其实这个我们知道 就之前商务部长雷蒙多 一直喊叫叫叫 叫半天说国会在干嘛呀 怎么这个都还不赶快通过呢 所以现在他有很多不同的法案 那这个就是卡你投资 你现在美国要发展他的企业 他的半导体 他的高科技 可是面对中国大陆有威胁 所以呢 如果美国自己要去投资大陆的 相关的产业的时候 那我可是要好好的来查看的 包括什么呢 它范围蛮大的 半导体啦 大容量电池啦 这个是不是跟电动车有关的 还有制药 稀土 生物技术 AI 量子运散 超音速 金融 还有机器人 水底无人机等等 自动系统科技啦 金融啦 生物科技等等 都被限制了吗 那事实上过去20年 美国对大陆的投资 有四成三要被审查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力道要加重了 美国自从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 他就以煽动反中 在美国内部进行政治操作 那也发挥了相当的效果 再加上呢 有关于新冠肺炎 美国应付不当 然后川普呢 就把他通通推说 这是中国的问题所造成的 对美国的老百姓来讲 这一点真的有推销成功 所以自从新冠肺炎开始之后 美国的民意啦 对于中国持负面的印象的态度 可以说是节节升高 因为你要美国人去检讨说 我做错了啦 我拒绝戴口罩不对啦 我这个没有去做好防疫工作 社交距离不对啊 他美国怎么能够承认这个事啊 因为美国传统上觉得戴口罩 就是一个很重病人才要戴的 戴口罩就是防御我的自由啊 打疫苗强迫打疫苗 防御我的自由啊 所以他们有这种 很先天性的一种观念 然后看中国大陆防疫越成功 他就越不顺眼 美国难道是觉得说 以下就刚刚我们所提到这几个产业项目 他现在都觉得他自己不如人了吗 所以都要来卡 然后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去卡中国的话 就是说你不让美国企业去投资到 中国大陆的这些产业的话 会不会日本啦或者是欧洲啊 他们就是很开心啊 为什么因为 其实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因为这些参中议员看到选民众反中情绪 大家争相表演 这只是表演的一环 他们会不断的提出 你看我限制对中国大陆投资 我对限制中国大陆贸易 那个心态跟川普说提高对中国大陆关税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动作都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百姓未必听得懂 我会随便举个例子 你说限制美国的机器人去投资中国大陆 你有没有搞丑啊 全世界机器人比美国强的 是有日本跟这个德国 法国也不差 那你限制这个美国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那不是等于主动把市场让给 德国日本跟法国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它所谓水底无人机 水底无人机就是这种潜水艇了 对不起谁最强 英国跟法国最强 甚至德国以前最早有那个什么 U2潜艇的那种技术 到现在还是很强 潜水艇还是很强啊 所以 请问你一下 你美国也不错啦 但是你不去这个市场是谁的 那你一个公司 如果没有一个营业收入来支持 你怎么继续扩大去做研究开发 我都不懂你怎么玩这个游戏 那你说量子运算 对不起啊量子运算在中国大陆技术 我了解的是全世界第一 超越了 对超越第一 那你说大容量电池 全世界最好的大容量电池的公司在哪里 在福建的宁德 名字叫宁德时代 本来是日本公司现在变成中日合资 你有比他好吗 而且特斯拉不是还要用这个大陆的电池吗 特斯拉最好的车子是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对啊 但是也有一部分用日本的电池 我跟大家讲用日本电池是比较差的 所以整体的来说的话 你限制这个东西没有一样是对你美国有利嘛 好不好你限制中国大陆当然会讲两声嘛 对不对 哎呀违反国际规则 可是等到你限制了以后 谁哀哀叫啊 现在跟俄乌战争一样 对俄罗斯启动这个制裁 就到最后你石油也涨了 你汽油也涨了 你粮食也涨 你肥料也涨了 对 那谁受伤啊 美国人自己啊 对啊 这几个项目没有一样 如果用说半导体 也不是你美国的技术强 真正半导体强的技术是 艾斯摩尔的那个光刻机 那个光刻机要用到 5000多种以上的专利 你美国不错啦 占了2000种啦 你怎么知道专利不过期啊 你怎么知道说 专利迟早会被新的专利给取代啊 对 对 艾斯摩尔的很紧张啊 我如果没有多卖一点到中国大陆去 我赚钱不够 就没有办法支持我的研究开发 对 很多高科技公司不要讲别人 就我们台积电就好 他拿每一年花多少钱 投资到研究开发新智省里面去 那你如果台积电 每一年没有赚那么多钱的话 他做得到 他做不到嘛 所以美国的参众议员 就是华众其从 哎呀 你们都反中啊 你看我这个限制中国大陆发展 哇 讲得洋洋洋洋洋 哇 自己选票当选啊 结果美国国力衰退了 民主政治所有的缺点跟弱点 在美国参众议员的表现里面 都呈现无疑 所以委员您刚讲嘛 我觉得我也在问嘛 人家大陆吸引外资 照样在吸引 你美国不去的话 其他的国家就去啊 其他的企业在哪里呢 加码投资的有 包括讯销就跟UNIQLO有关啦 西门子医疗 欧莱雅等在内的外汽龙头 这不就是刚刚讲到的有德国的 有法国的 有日本的 新开店的啦 投资加码的 还有新项目落地的 所以别人就开心啦 那美国就等于是拱手让人 把地盘都让给别人 他美国以为说他不去 别人也去不了啦 就是像说麦当劳 从俄罗斯撤出来 就现在麦当劳所有的电脑 在俄罗斯重新开张 名字不叫麦当劳 你不是很惨 那一样UNIQLO是日本的企业嘛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嘛 中共大陆这个市场在疫情之后 那种暴富性的消费这么强大 他哪能不积极开店啊 所以日本人看得很清楚 日本人即使对中国很感冒 也不敢拿自己的生意的本钱来赌啊 那你说德国更不会嘛 德国每天在那边 愁眉哭脸说你美国不要找我麻烦好不好 我生意做得好好的 我那个中国投资协定 我希望能够早点过 你不要给我竹篮 对不对 就跟北溪二号一样啊 到时候北溪二楼在那边冷笑 北溪二楼不开啊 不开啊油价继续涨 对 冷气继续涨 然后这个俄国继续赚 对啊 所以伤的都是自己了 那韩兵 那以现在美国的股市来看的话 确实现在压力很大 等一下当然美股的行情 我会请教一下我们这位财经专家 蔡委员 可是回来我们要先讲 白宫的发言人 发言人当然就被记者问啦 哎 美股跌成这样你怎么看啊 然后他说白宫有在密切的关注 而且啊 拜登总统已经意识到 是真正的意识到 美国家庭对通膨 以及股市前景的担忧啊 那记者甚至就直接问了 说拜登啊 他曾经有吹嘘 他上任之后 股市创下一个又一个的记录 其实这个我记得蛮清楚的 因为在去年那个时候 股市的行情真不错 然后呢就说都超越了拜登之前的表现 那个包括像是这个川普啊 那个时候的表现 所以股市涨得大家好像很开心啊 拜登也很得意 但现在美股大跌呢 拜登任内的涨幅已经被全部吐回去了 那所以要怎么解释 结果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说 哎 美国不是唯一正在处理通膨问题的国家啊 普丁的涨价 你看 Putin's price hike又来了 还有通膨 疫情 这些都是原因 所以不能怪拜登了 要怪就怪普丁 或者是怪其他的原因吧 这个发言人是不是民进党介绍给他的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哦 你怎么会 你直接了当等于告诉记者说 我们家老大到现在才真正意识到 原来民众很怕通膨 原来民众 你们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啊 白宫的发言人 他奶粉那件事情他也知道的比较晚一点 他四月才知道的 会不会太夸张 那你不是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就是一筹莫展吗 因为你之前完全没想到这件事 不就这个意思吗 然后还在跟我扯什么普丁啊 什么其他的东西 对 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 正在通膨所苦 其实一大堆包括台湾 都因为通膨所苦 可是问题是 别的国家跟美国人到底什么事啊 现在你是执政者 你当初讲的大话 你拿到了选票 你要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不能告诉我说 因为其他国家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这样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告诉我这个跟没说一样嘛 所以我觉得 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如果连发言人都这样讲话 代表一件事情 拜登恐怕已经一筹莫展 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们现在升息 好像因为大家也是预期到你会升息 所以就变成说股市跟着狂蟹 然后大家对整个前景感到悲观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有什么其他能够解决的呢 因为想要 你说就算降低跟中国大陆的关税 我看对整个大环境 恐怕也是没有办法来一剂强新增 真正比较可能大概就结束恶务战争 但是结束恶务战争 恐怕也不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 就变成你美国好像完全没有任何 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解决通膜问题的一个手段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种悲观的情绪持续下去 那就难怪现在连民主党内部自己都有人说 你拜登做完这个任期就算了不要再做 因为你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很无能的总统 所以这个股市其实真的像一个温度计 那现在偏偏呢 这个委员我们看到标普500 其实已经转入空头了 那到现在当然专家很多都在分析 不要说是大摩的CEO 还有尤其我特别关注就是美国的这个前财长桑莫斯 这个Sommers呢他有讲说FED对通膨有太乐观 因为什么 3月的时候FED还在预估说年底的时候可以让通膨降到2 就现在已经看到大家说是不是可能要到9了 8.6了嘛是不是要到9了 或甚至是到10 都有人在预测了 所以你是 你不要说拜登一筹莫展啊 FED也没辙啊 那未来两年美国可能要陷入衰退 我看到那个伦敦金融时报啊 他访问专家做了一个调查 七成都认为说美国是要衰退 所以呢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 很多人这么认为 那因此到底现在这个经济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半导体很重要 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还预估说 三家美股半导体龙头的公司 根本就是已经破底了 那破底之外呢 那现在偏偏还要说台积电是我们的吧 这台积电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台湾是因为台积电便安全 所以不要说是大陆之前有学者说 中国要把台积电抢到中国的手里 现在都有人说台积电是美国王冠上的宝石啊 但是美国现在的半导体 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整个经济 到底怎么看 台积电当然没有办法救美国的经济 他讲的应该是美国的战略安全有关系 这位Larry Summers 是教我总体经济学的老师 他在美国的学界里面 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 所以年纪很轻 但是学术跟食物的修养都非常的高 他竟然开口讲说 我承认美国经济衰退 那美国经济要不衰退就很难了 所以对于美国经济衰退 基本上我跟他解释的概念 就是因为通货膨胀 大家觉得无法遏止 所以老百姓就会缩一皆十 美国的消费支出就跟着缩 所以美国的各种物品的销售金额就会减少 所以汽车销售量减少 马斯克就赶快需要去砍他的生产量跟员工 所以一环扣一环的结果 经济衰退就要滚进去了 所以通货膨胀是原因 尤其是现在美国的 劳力不足 就说已经劳力充分就业了 也就是你的供应量就这样子而已 通货膨胀是说 我可以供应更多的产品 然后更便宜的产品 结果你劳工都不够了 你有办法做到做不到 所以就会被通货膨胀卷进 经济衰退是这样来的 那你企业界看到说 我的营业有缩小了 不要说我看到营业缩小 我看到隔壁借文集的公司 营业有在缩小了 我就很紧张了 我就赶快削减我的支出 所以企业也削减支出 那政府的收入又减少 所以因为政府是靠企业 跟老百姓税收来的 所以一环卷一环下去的时候 经济一定会衰退 所以现在其实才开始 才开始而已 所以如果你通货膨胀 没有办法今年年底和缓的话 到明年一定会失控 那股票市场看到这个情形 股票都先杀了 股票一先杀 老百姓的财产又缩水 缩水的时候 你有股票的人觉得说我财互缩水了 那我要旅游支出开销减少 我这里开支减少 衣服也开支减少 那当然贵的衣服不买 最好去买unicro 对不起 unicro不是比较贵 平价啦 平价 所以整体来讲 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有效需求 就会快速缩小 产业的生产量也会快速萎缩 因为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 因为经济社会就是 我看你怎么做 我接下来我怎么做 所以预期心理产生的结果 对 那怎么可能不衰退 所以最近就看 密西根消费信心指数 跌到最低 那就惨了 但没有信心 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穿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 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 好的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